嗨,各位网友大家好 那么现在的时间大概下午的一点左右 那今天 来到这个场域 就是因为今天有人 要来协助我拍摄 就是不希望说 他去那边受到蚊子的攻击 所以说把那个场地 就移到这个地方 移到这个地方再来看一下 那我把那个 有人的那一些车辆车牌 都把它遮住 尊重这个隐私 那今天的主题 最主要就是说 在这边做一个那个 激烈的抄架 然后来看看这一部车 他后面的这个空的宝特瓶罐子 他的那一种直向跟側向 加速度的状况 好,那以下 我们就拜托这位友人了 好,好,好,轻轻的 好,五分钟 讲一下,八分钟再讲一下 拜托你了 好,准备开始 先去吧 你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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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吧 你再来吧 我先去吧 不过去吧 我先去吧 我先去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咱们当 三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各位网友 那今天啊 这个因为准备的不太周到 所以说拍摄 本来想要呈现的效果 没有那么显著 那首先在这边说明一下 就是说 要做一些这些动作 最好是在那个封闭的场域 而且是泥土地 像这个是水泥地 也蛮危险 要做这种动作的话 那个相关的护具也要做好 比如说安全帽 护膝都要做好 我这个算是不良的示范 但是我自己也蛮小心的 那 那 由这个影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车辆在行进当中 在直线加速的时候 它是一种 一种往前的一种直线加速度 但是当你车辆转弯的时候 不管是左转右转 它那个侧向的加速度也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大 所以说啊 我们就是由这边 藉由这个电动代铺车 还加上这个 这个空的那个宝特瓶的罐子 来呈现出 它那个整个动态的表现 好啦 那 这部车 电动代铺车也蛮辛苦的啦 这样做起来的话 对它整个那个 齿轮箱还有马达 尤其那个差速器啊 那个伤害很大 但是想说我这个频道啊 车吃车迷 电动代铺车越野 就想说来 呃 来探讨一些 我们一些汽车的原理 那希望能够透过 透过这种动态的表现 啊 来跟各位网友分享 好 那今天就拍到这边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靠车吃车迷 烦请免费订阅 那喜欢的话就按个赞 不喜欢 也恳请留言 谢谢你们了 谢谢 再见 拜拜